好咱们继续啊 刚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服务的提供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干嘛 是不是写这个消费方是吧 好我们现在就做这个消费方啊 咱们首先我们还是新建一个工程啊 还是新建工程 这个工程呢我们怎么起名呢 叫com.it黑马.demo 这个呢叫dabox.demo.web 行不行啊 叫web啊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下面这个人家选vang 选vang 然后呢点击finish 好现在我是不是又建了一个工程啊 又建了一个工程 那我建了这个工程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在导入这个依赖 打开依赖 这个依赖其实和刚才那一样就行了 对吧 你可以从这个工程中把那个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呢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这个端活还能叫8081吗 8082 不一样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8082 但是和肯定和他那不一样 因为他俩要怎么的 同时运行 对吧 他俩一定要同时运行 就是先把他运行起来 然后他才运行 这时候才行啊 不能说是这个他停了 再运行他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干嘛 是不是得放那个web的sml啊 注意这个web的sml和他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东西得有界面是吧 有界面是吧 我得放那个smallmvc那套东西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 把它 从这个配置问题中考一 考一部分啊 这个服务的消费方 把这个web的sml考过来 这里头新建一个目录 web web 更info 考过来 咱们看一下这都又啥啊 上面有一个防止乱码了 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有一个 这什么呀 是不是smlmvc的依赖啊 然后这个smlmvc的配准件 是在class pass下 一会儿我们把它放上去啊 把这个也放上去 把这个壳也放上去啊 这也是个空壳 打开 打开之后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配置是吧 这个配置大家见过没有 这是不是转换器啊 smlmvc的转换器 它可以把你反复值转换成一个字符串是吧 转换成字符串直接输出了啊 这是一个转换器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加完之后 这个准备工作我就做好了啊 点右键 我们更新一下 是不是更新完了 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编码了 这怎么编码呢 怎么去编码呢 注意 我们这里的是不是应该加一个空气啊 加空气 先把空气器加上啊 叫 com com.it bk嘛 点 demo 点什么呢 controller 行不行啊 叫这个名行吧 然后点finish 看明了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里头 新建一个类 这个类叫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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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ler ok吧 user controller 这个部分其实和原来是一样的吧 我们加一个注解 controller 注解 这个部分和原来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在这里呢 再写一个地址映射 地址映射的话 我这里叫user ok吧 有user 然后呢 这里头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有反过值 这个方法呢 我叫show name 行吧 show name 那show name这里头必然要干嘛呀 我是不是需要调用它的这个方法呀 那怎么调用呢 注意 这里头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我需要把它拿过来 看到吗 把这个接口考过来 注意实验内不要考啊 只考接口 因为我在这里要引用这个接口 引用这个接口 叫什么呢 叫user service user service ok吧 那么一引用这个接口之后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接口的方法 get name 然后这里头怎么呢 直接反复 我们原来说用这个接口 是不是使用的是自动装配这个 这个注解是吧 那么现在注意 我们不能使用自动装配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实现类并不在当前的工程 你没法装配 明白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引用另外一个注解 就引用那个注解 它也是阿里巴巴提供的注解 不是上面这个resource 是上面第一个 是阿里巴巴double提供的这么一个注解 它的意思是引用 明白吧 引用用这个注解来注入 明白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注解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远程注入 对吧 它的实现是在远程远端提用的 不是在本地提用的 我们原来是一直是本地 是吧 所以说我们用outware那个方式就都注入了 但是这种方式和那个不一样 这时候就ok了 然后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得加上一些东西 比如说request wiping 这里头给它起个名 给它起个地址 叫show name 行不行啊 show name 另外一个 我们还要加一个什么呢 response body 表示这个返回值是一个输出 那里巴 如果不加的话 它这个返回值是不是代表它返回那个页面啊 他不加这个东西 这个sit代表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你跳转的页面 而你加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把它的返回值是作为什么呢 直接输出的部分 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只可以直接把刚才获得的那个itk版的名就直接显出来了 直接显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啊 好了 这个编码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编码部分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完成这个编码部分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就要写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怎么写呢 其实和刚才的差不多 和刚才的配置差不多 刚才配置是不是有这么三条啊 我们这个配置也有这么三条 但是这个第一个名 这个名是要改 怎么 改成web 改成web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注册地址 不用改吧 注册地址是不是就找135这个 没错 找135的 然后第三个什么 第三个是你的 controller lane所在的包 它要扫描 这个时候要指定 controller lane所在的包 也是这三句话啊 也是这三种配置 就完事 看成吧 这就是完成了 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的一个开发 服务端消费者的开发